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第一个如果是拿这样 那就是怎么样 不标准 所以我说这个也是最容易犯的 这个我颁给你们看 这个会变成怎么样 没有 不稳固 你楼下去是不稳固的 只要一拿错 你在下面的人一定可以感受 其实他是这样 对 上下夹紧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他如果是这样上下夹 那记得这个拇指他这样是对的 就尽量不要伸出来 因为伸出来有怎么样 指甲如果伸出来怕会刮到人家 所以这个刚好就是平的 这样最好 这样就是一个标准动作 第一个你看我们这个耳背把它剥开 然后这个三点的交界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 第一点找法 这个 然后你可以去测试一下 这个上面是靠着耳背 旁边两个都是骨头 然后中间刚好就在三点交会 这一点 那我们要用的手法就是食指法 一拿错可能下去就不稳了 然后那拿对的这一个 我说没有什么 就是脚站 微微张开 微微而已 然后对着他的头 然后手轻轻放 然后这个本来是剥开 那我们下去之后就放这样 然后开始用怎么样 手腕的力量 所以只有手腕在动 上面其实它是固定的 好 那这个手腕做出来之后 你们也知道第一点的位置 那就是从第一点 直接划下来 然后划下来 再避开这个骨头 也就是乳突骨 避开这个 这个一定是第一点 那刚好是枕骨下沿 交会处 这个就是 那很多人早期 我看他们有些 从这里下面一直揉上来 这个倒也不避 它就是在这一点 然后这一点直接这样 直线过来 到这个颈椎骨头旁边 这个大波筋 我们现在小册子是写大波筋 好 那这个就是终点 好 那我们第一点 就很明显在这里 那站姿 我是习惯这样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做 这个 那所以这样是 几乎都不会进 那揉就是 一样以90度 90度 好 那这个揉法 我觉得直线下来 你要有一种感觉 就是还有一点硬硬的 而不是全部都软 那这个应该就是最后一点 大波筋 好 这个哦 如果你们是这样做 当然也可以做得出来 但重心不稳 我一般会做就是稳 就是稳在这里 你第一个 你起码已经 那个重心很低了 然后再来 你这个都可以掌握住 然后 你只要均匀的 你看也不用力 很均匀的来回而已 他手掌心向上 早期还叫你们斜插 这个倒也不必 做 做对了一定 就是靠骨旁就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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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好